转身 无常到来 受病总流 至此则涂花耐红 这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时候 后悔默契 人命在呼吸间 故人您受玄境 玄境 转眼就近了 世间人 真正明白的 少啊 迷惑正道啊 那我们这个经 前面 第二十八品 我们念过 二十八品 最后几句经文 是佛告诉我们 有两位菩萨 观世音大师之 这两位菩萨 过去 住在我们的地球上 是在这个地方 修一些 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的 他们 常常到这个世界来 帮助一些苦难动作 善男子 善女人 条件是善 就是修 无界是善 男子 女人 遇到极难 遇到恐怖 你就专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 一定得到感应 观音菩萨来帮你画进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而且要交给你的 亲戚朋友 你的邻居告诉他 现在这个社会 不定什么时候在 在极难的时候 立刻想起 第一个念头 就是想起观音菩萨 念佛的人 想阿弥陀佛也好 同样的功效 不是念佛的人 叫他想观音菩萨 念佛的人 紧急观土 一定头一个念头 是阿弥陀佛 就能得度 就能够化解 不至于迷失 正道 那样的功效 就是阿弥陀佛 是否有 是否发生的 许多 是否未来 我们能够化解